當太陽下山後 才看得到大閘蟹成群現身秘食 國產大閘蟹因為量少 因此每到秋季 都會出現一夜式廣告詐騙手段 以及不時宣傳 賣走私大閘蟹 盜取別人美食影片 在圖文並茂 製成一夜式廣告 經常刊登在臉書 讓不少消費者上當受騙 在農曆的9月以前 抓到的大閘蟹 基本上你買到了 應該都不會做很肥 少許的是那種走私的 養蟹達人分享 便是走私大閘蟹 首先你可以從檢驗證明開始 這就是蟹花 然後下面有一點點白白的 這就是蟹膏 無論國產養殖 或是合法空運進口 都會有檢驗證明 等於是大閘蟹的身分證 跟著要注意開賣時間 大多要等到接近國慶日 蟹膏才會飽滿 而詐騙人士通常搶先開跑 最後市面上從外觀辨識 要看清楚 解開綁繩潮瀉噴水 眼睛會動就是活體 可萬一活動力差 不排除線源來自走私 另外價格過於便宜 主要是因為受到海運運費影響 走私價大多會折半 來源不明大閘蟹 可能不只少了說好的蟹膏蟹黃 還暗藏過多生長激素 吃出身體毛病 三立新聞王子瑜 整命治理界營 台中報導 期待會有說好的 谢谢大家